早安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之平 各位我们好久没有在节目中 跟大家介绍相声演出了 今天我们利用节目 跟大家介绍撒家置身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相声演出 荣之平先跟大家介绍 这一次这个演出的两位演员 在节目中他们亲自来到节目里面 跟大家介绍 第一位是相声演员段燕熙 燕熙早安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好久没有来上节目了 是有一段时间了 欢迎你以后常来 谢谢 好另外这位是金剧的静角刘玉智 玉智早安 大家早大家好 是这个玉智来到节目当中 让我觉得有一点点亲切的感觉 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访谈之前 我先跟他说我也是学静角的 这个但是我是不务正业 自从我学了静角之后呢 我从来就没有上台唱过大花脸 我唱的都是小花脸 要不老生点点点点点 彩婆子之类的 好 所以这个等一下多多包涵 不会不会 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大花脸 好 这个撒家之声是一个什么样的戏呢 燕玉你也是这个戏的编剧啊 怎么会想要写这样的一个剧本 然后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演出 其实它的形式比较难定义 就是纯粹的向人演出 或者是戏曲演出 因为它是一个跨领域的 一个实验性的一个作品 就是它里面有曲艺的元素 有戏曲的元素 然后也有跨到戏剧的元素 等于是三种元素的互相的交织 那当初会想做这个作品 是因为跟玉智认识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吃饭聊天 就聊到说 刚好我们都有练过跟鲁智生 有关的段子跟戏 对 那我练过一段叫做 鲁达除霸的一段主板块书 那玉智也有练过一些鲁智生的戏 那我们就想说 好像可以一起来做一点什么 然后后来我就回去翻这个 《水浒传》的原著 就发现鲁智生这个角色很有趣 就是它的面向其实很广 就是不是只有段子里面 或戏里面展现出那种 英雄狭义的形象 甚至他有时候可能有点调皮 或者有一点耍流氓等等的 然后我就觉得 那鲁智生是不是可以有更多元的面貌 他是不是可以展现的更多 然后甚至是像是主板块书 他是不是有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就想要来做一个这样的实验性的作品 好 那玉智 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 你应该也贡献了不少点子 对不对 是啊 是基本是因为基本上我还是以 一开始还是以戏曲为主 对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学过这个昆曲的虎囊弹山亭 就是最打三门 因为我只有打到山亭 所以就叫就是虎囊弹山亭 这部戏其实是蛮累的 要歌唱有曲 然后曲牌也蛮多 然后到后面 你还要一个人撑到后头 还要打一套十八螺弯拳 对 那当时演出的时候 我是觉得 对这个角色觉得很有趣 因为你要歌又要舞 主要是还有表演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物非常的可爱 不是那种一般的耍流氓的满汉 是比较可爱的满汉 对 好 是一个可爱的满汉 所以言下之意 听到两位刚刚的这个解说 事实上这个演出 因为我后来也看了他的影片 就是有这个燕熙 你在台上表演主板快书 或者是相声 然后呢 这个玉智 你就采演 负责这个鲁智生上台 跟大家见面 是这样子吗 对 我们这个戏 其实走到后面 很有趣的地方是 它变得有一点奇幻色彩 对 那我们有一个设定叫做圆禅井 就是缘分纠缠的一口井 对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在水浒传的原著里面就有的 就是我在翻的时候发现 哎 我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但是很少被人提及 几乎没有人知道 它的概念就是在原著里面描写是 鲁智生打仗打到一半 嗯 就他们梁山108条好汉已经巨异了 然后归顺朝廷了 朝廷就派他们一直打仗一直打仗 那鲁智生有一天打到一半 他就迷路了 在森林里迷路 一不小心掉到了一个井里面 对 那那个井里面就像一个桃花园一样 就里面也有村落 也有居民 然后大家都笑笑的生活得很开心 对 鲁智生就觉得很奇怪啊 然后他就继续往前走 结果碰到一个和尚 这个和尚也不知道哪来的 他就跟鲁智生说 哎 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鲁智生就说 我哪知道这个鸟地方啊 那和尚就说 这个地方叫做原产井 就一般人 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地方 一旦掉进来 就容易迷失在这里 出不去 然后接下来又说了一些 比较深奥的 有一点佛家的一些话 就比如说什么 三界为心万法为士 什么一念不生 则什么什么 就是这些很 有一点深奥难懂 那鲁智生听了之后 似懂非懂 然后和尚就为他指了一条出路 他就跟着出去了 就一出去 马上就碰到了 他们打仗打很久的 那个敌军将领 结果鲁智生就一缠仗 把他打翻 就把他抓了起来 后来跟友军会合之后 最奇怪的是 就是鲁智生觉得 哎 我不是才掉进去一阵子吗 结果出来之后 已经过了一两个月了 哇 对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篇章很有趣 就是他好像隐隐约约的 想要讲一点什么 然后后来我们就借用了 原产井这个概念 就讨论之后就觉得 他或许是一个 就是一个触发点 他可能是一个 四通八达的一个中心 他可以通往各个地方 所以在我们的故事剧情里 就是鲁智生 掉进原产井之后 然后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奇幻的角色 就是水滴 水滴 对 他碰到了原产井里面的一滴水 然后我们用拟人化的方式去展现他 就是他一诞生的时候 就住在原产井里面 然后他的使命就是要守护原产井 然后这个原产井里面还有一棵树 叫原产树 就是这个鲁智生的缘分 纠缠生长出来的一棵树 所以还要守护这棵树 守护这个空间 然后就带领着鲁智生 去穿梭到他的各种过往当中 哇哦 对 那我们这个鲁智生 其实也 他设定上也蛮特别的 就是他有别于传统 就是好像他是英雄狭义 然后很好打不平 很爱打打杀杀的这种形象 就是因为我在想说 原著里面 他以写实的角度来看 他没有打仗的这一两个月 他如果不是掉进原产井 他到底在森林里面干嘛 我在想说 他是不是已经打仗打得很厌倦了 想要在森林里面摆烂一下 休息一下 对 那如果是这样一个厌战的鲁智生 那会是什么样子 因为他就有点像是 我们真实的人物一样 就我们平常生活当中 他一定会有充满热情 就是每天 一早起来 就是战斗 就是工作 但是也会有很厌倦 然后很不想要 很没有动力 很不想要再去工作的那个状态 那个时候 那我想鲁智生 他如果作为一个真实 更有血有肉的人物的话 他应该也会有这样的面向 哇 你是在说我吗 我想每个人应该都会很有共鸣 我每天来到办公室里面 做我该做的节目 还有这个 做一些准备工作 我都觉得说 天啊 我在退休之前 我是不是要在这个岗位上面呢 一直一成不变的做这些事情 我是不是给自己一点什么空间 我可以做点什么不一样的事情 比如说去当志工 比如说我将来是不是也要去说相声 之类的 可是 燕熙你的想法 真的有触动我一点点 这个很隐秘的 很深入的那个情感 谢谢你 真的谢谢 我愿意因为你的话而有所改变 好极了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之评为您邀请到两位演员 来到节目当中 介绍撒家智生 智生就是鲁智生 一位呢是相声演员段燕熙 另外一位是金局的金局儿刘玉智 我们请两位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 他们即将推出的这个演出 我们一开始其实应该要很重要 先跟大家介绍 那这个演出是什么时候 在9月21跟9月22 礼拜六礼拜天的 9月21是下午两点半 跟晚上七点半各有一场 然后9月22是下午两点半 对总共有三场演出 所以听到讯息的朋友赶快去买票 就没错了 不要错过 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 很棒很棒的演出 刚刚 彦席你告诉我 其实我觉得这个戏 根本就是个穿越剧吧 对有一点这种感觉 现在什么都穿越了 是 但是我们就借由原产景这个设定 让他就是更合理的 更有机性的 让观众可以去认识鲁智生原本的故事是怎么样 那如果我们把它翻转之后会是怎么样 如果他想要改变这些过去的话 有翻转才有戏 对 玉智我想请教你 是 这跟你从前老师教你演出过的鲁智生 或者是很粗广的 这个一个大拉拉个性的这个演员的这个 你印象中也许是大家印象中的鲁智生 有些什么不太一样的 你怎么去揣摩他 当彦席也许告诉你 不行不行 这个地方你可能要这个挥谐一点 你可能要这个有趣一点 又是一个像小人物一样 不是那个那个 出来出去的那个那个感觉 你怎么去揣摩 因为其实戏曲对于尤其生蛋镜丑的靖这个角色 因为靖这个角色他比较粗广 也都是男性角色 是 那但是他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他的弹性很大 就是他可以到挥谐到树木很严肃的 然后能打也能稳能打能稳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弹性是很OK的 对然后因为对于这个鲁智生这个角色 其实我之前对于这个角色我就觉得很有趣 对因为他不是就是刚刚有说到 他不是一个只会打打杀杀的一个盲憾 然后他也是一个蛮可爱的盲憾 就是他一样会去做一些就是超乎常理的事情 去抢这样的东西啊 但是他抢东西都是其实他为了解决他可能当下的生理需求 就是可能就是他当下的那个小小的欲望 那小小欲望可能不是真的害及到别人 他可能只是想要喝个酒 吃个肉 或者是想要休息一下之类的 对而不是为了什么抢名女啊 或者是要钱啊 或者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 真正伤天害理的事他还是不干的 对他基本上不太乱去杀人 或者是跟人家打架会起冲突 但是不会乱杀人 对基本上他就是会以救人啊 或者是说哎有些不义之事 那我傻家就想要管一下这样子 对那我在这个傻家自身 那因为因为其实这边这个剧本 还加上我们那个有一个导演蔡格尔 他是当代剧场的导演 那等于说我们三样当代剧场跟这个曲艺 还有戏曲我们三样元素把它有机的结合起来 那我也在这个探讨这个鲁智诚 如果他往他自己的内心 或者他个人的表演跟他人物塑造 更细腻的去刻画他会是长什么样子 因为在戏曲的花脸其实比较不会这么做 对那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对那当然这个角色的人物 就是给观众看到也是会比较陌生的 因为我觉得比较现实的状态下是 现在大家比较容易看到帅哥美女 那独自身可能不是大家所看到的那种帅哥 上台要勾脸呗 对对对 所以勾脸看不出来 对可能下来可能大家认不得我 看不出来预志有多么的帅 对对对 我是个路人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些都是心路历程上的表演方式 可真正这个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你还有很多身段的活儿啊 有有有 这都是导演后来加的吧 没有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在戏曲 他本来自己的一个不想把它当成一个符号 对对我们希望把戏曲啊曲艺都有他自己本身有的特色跟原本他的养分 充分的把它展现出来对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符号来去服务这个 这个单纯服务这个戏对 对所以基本上在戏曲的状态下也是有歌有舞 然后曲艺也有有他一定的自己的这个表演 对然后只是后面我们当然是结合有当代剧场的表演方式 对慢慢的去拆解这样子 哇所以这完全应该是说跟过去上台去演精细是不太一样的领域跟表现方式 可以这么说吧 嗯对 嗯哼 就都有这样 挑战很大 对 刚刚说我们在戏里有一个有一段展现就是呃原本的刚刚说到的火囊淡山亭里面有一段十八罗汉拳 那个原本的片段就是鲁智森喝醉酒之后他打了一套十八罗汉就展现出了这个十八罗汉的样子的一套身段一套拳法 但是这个如果呃对于一般观众来说如果少了解说他可能比较难理解说哦这个是什么罗汉这是什么罗汉 那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刚好我们的剧情里面有一段是鲁智森又重新回到舞台山重新出家 他就想说哎我这次不能够再惹祸了不能够再喝醉酒大闹 所以他就忍住自己的欲望但是又又这个水地这个水地又来勾起他这个吃肉喝酒的欲望 他就心很烦然后突然来了一只蚊子 嗯然后他就在里面一直打蚊子打蚊子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哎这个打蚊子可以用身段来展现 然后刚好就讨论的过程中发现哎十八罗汉拳好像蛮适合拿来打蚊子的 哈哈哈哈所以我们就就有一段是预置在台上就是用身段很认真的用尽十八般无意再打一只小小的蚊子 哈哈哈哈对对这个是跟以往传统的金剧戏曲会的的表现会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把它挪用来嗯就是重新拆解然后挪用把它 用来做不一样的事情为了这个剧情当中的行进 哇哇哇这可见他已经不全然是相声或曲艺演出了 对他他是算是有出现了新的变化新的质感 太棒了太棒了宴夕好久没有来上早安台湾节目 但是这一次来却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啊 跟过去呃单纯的在台上呃单口相声呃双呃两个人的相声啊 群口相声不太一样的地方 他这回带来一个融合三种不同的这个演出的方式的一个呃 他自己编剧的作品叫做撒家至深 各位呃我们先请两位今天我们的受访者休息一下 我们进一段台湾台湾之后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至平呃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撒家至深 这个很不一样的演出有别于过去相声的这个演出 这一次不但有相声还有京剧的演员的加入 于是乎呢呃我们今天的两位受访者 段燕熙和刘玉智他们带来了这样的演出的一些解说 呃好不好这个在整个排练的过程 其实是有很多火花的啊是我可以这么说每次都是这样 没错啊是是那有没有什么是让你们觉得难忘的 特别是哎这个点子啊对方一提出来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的时候这鸡皮疙瘩会起来 好像说哎这这会是一个梗哦很好的 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例子呃我觉得很有趣的 就是玉智本身的个性他就是如果他打开了之后 他也是一个呃很古灵精怪的一个人 三八啦哈哈哈哈哈哈 对只是因为现在短短时间内大家可能还感觉不出来 对但是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哎他的这个古灵精怪 跟鲁智生的这个古灵精怪好像有有时候有一点不谋而合 嗯比如说在剧情当中就是因为他他这棵树会开出一些花 嗯嗯就是鲁智生的缘分喂养这棵树开出的花 那每一朵花代表一个缘分 那水滴就就提醒鲁智生说哎千万不要去碰这些花哦 不然会发生很严重的事情 啊鲁智生就说哦你是说这样吗 然后就去碰了哈哈哈哈 然后在在戏里面这算是一个蛮有趣蛮大的笑点 但是他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排练过程当中去发展出来的 对就是来源于这个鲁智本身他这个嗯这个古灵精怪的性格 然后去发展出来了这个哎蛮有趣的一个笑点嗯嗯嗯然后鲁智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一块分享的 呃我觉得是蛮多地方的啊啊对一两个就好 啊哈哈哈哈哈哈不然话所以我耿都讲完了啊啊哈哈 咱们去看演出就就就就不好笑了对不对啊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剧本出来然后我们当时有一段就是鲁达在除霸的就是那个 区域有一段鲁达除霸的部分然后烟熙他也把他自己的部分给拆解 然后其实京剧里面我们很少好像没有演到这一段 那个金翠莲这一这一段就去打那个正关系这一段对 同时野猪林啊桃花村对那好像就昆渠的最大山门是对那当时我看到这一段我也是在想说 哎我们能怎么就是我没有一个借鉴但是我就想说到底我们要怎么去呈现 嗯然后看了剧本之后哦他翻转了这个金翠莲的这个形象嗯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啊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样子 而且我觉得蛮好笑也是我们一开始到现在最熟的一段哈哈哈哈对对就是就是这个 这个段哎这一个段落是非常欢乐的就是我把戏曲还有他的曲艺 还有当代的表演哎很快的我们就马上就把它融合起来哎很还很顺畅这样子就当时我是觉得这一段是很有趣的这样我我知道燕熙其实很愿意尝试各种各样不同的演出啊你为了这么多有愿意上升里面呃或者说是曲艺里面的一些缩 所有的这些活你大概都学过了可是对于玉智来讲你是一个精细的演员从小学精细了嗯那对于这样一个跨界的演出其实你很乐意吧 呃其实是可以的老师怎么说呢其他老师很鼓励吗 呃还应该是说不会啦老师现在大家都会就是越来资讯越来越广老师都还是都会很愿意接受就是大家去尝试新的不同的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不会那么保守说不定一试试出个新的路子来对对对对 好这个呃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这个呃燕熙这个我知道你我看到这个你把这个主板给带着来了好哎哎咱们就现场来一段吧好不好 好呃这个你自个儿写的剧本对我自己写的千锤百炼了哈哈也没有我们也是呃不断的尝试不断的修改来一段来一段呃呃那表现的一段是就是在剧情当中鲁智深呃他在前面打仗迷路到了森林之后呢不小心又掉进了这个原产景里面就在原产景里面昏迷 这时候水滴就出现了他就唱了一段主板给大家唱一段这个这个时候他唱的这个唱词 路至深突然把树拔弄出了一个大洞他落下 哎哎哎路至深他的头撞到他那时候把我们吓了一跳哎路至深他真的躺了很久不知道他的呼吸还有没有 哈哈哈哈路至深要不要叫醒他可是怕他醒来又要毁了我们的家 原产树的树叶又变黄了再不送他回去来不及了 哇哎这跟我过去听到的薯板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呢 哎对不一样的感觉哎过去在唱主板的时候啊嗯就是他通常会比较更有精气神然后他要展现这个蓄势 展现人物嗯能量比较强一些但是我们就尝试说哎如果在角色当中在情境当中比如说这个时候是 卢之深掉进来已经很久了然后水滴在里面尝试过了很多方法他已经没有没有什么办法了然后在那边很无聊的白无聊赖的在 讲这一段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嗯对然后呃因为导演是戏剧出身的嘛那他跟我们所学的专业领域也不太一样他就 更能以呃旁人的目光或者是代表一般大众的目光去提出疑问或好奇就是说哎这边一定要这样做吗那如果呃换成另外一种方法或是另外一种感觉有没有可能就去打破了我们自己的惯性 因为我们都是从小就学习这样的艺术那我们常会觉得哎这好这件事这样做好像很理所当然就形成那种惯性但是当有另外一个目光去打破的时候他就慢慢的有可能发展出另外一种质感或样貌嗯好极了好呃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制评为您在节目中介绍其实我们真的好久没有在节目里面介绍跟相声有关的演出啊或者是戏曲方面的演出 那今天的相声演员段燕熙还有金剧的竞爵刘玉智两位呢来到节目中呃跟大家介绍他们即将要推出的这个撒家至深呃可不可以再告诉听众一下什么时候演出赶快大家该去买票了 9月21的下午2点半跟晚上7点半还有9月22的下午2点半在戏曲中心嗯好这个很多购票系统呃可以上opentix售票系统查询撒家至深那这个撒就是三点水然后一个呃西门的西里面扫一横嗯这个字面撒撒家至深有学问今天学到很多啊 啊玉智也谢谢你第一次来上早安台湾节目啊谢谢大家以后有空他常来好不好好谢谢两位祝这个演出成功OK谢谢 好的呃节目也接近尾声啊制屏还是要告诉大家有关于柯文哲的事情恐怕会是这两天呃接下来很重要一些政治的焦点啊那么当然呃如果可以的话欢迎各位听众啊上到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来呃浏览相关的新闻你会得